四人合力用力骰 让干粉均匀奋布在元宵上 迎接元宵节 民众一大早就到南门市场 排队买元宵 花生然后芝麻还有桂花 过年的时候有来这边买一些产品 觉得还蛮好吃的 我今天买五盒 对就是桂花 芝麻就是花生之类的 也没有很久 大概20分钟左右吧 芝麻和花生传统口味最热销 不过白果 桂花和玫瑰 特殊口味也深受民众喜爱 民众抢买元宵 碰上新一波冷气团来袭 也要注意保暖 气象鼠预估 未来还有两波冷空气南下 最冷会在下周一 北部最低温会降到十一度 中部十三到十五度 南部及花东地区十五到十八度 预计会一路冷到二十八号 冷气团才会减弱 预计在今天晚上的话 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 大概只有十三度左右 那至于在南部跟花东这边 大概只有十五十六度 未来降雨趋势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迎风面降雨增多 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到恒春半岛 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雨 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飘雨 平地则是多云道晴 一直到下周三降雨才会趋缓 元宵节温度下降 早晚温差大 气象鼠也提醒民众 整天衣物留意天气变化 三星文蔡伟之王沛华 台北采访报道